前亨四年,公元九二八年 欧洲大地,臭名昭著的挪威海盗 航行到了爱尔兰海域 对爱尔兰东部城市基尔肯尼 进行了一次疯狂的袭击 当地的土著居民们为了躲避海盗 纷纷逃命 他们慌不择路 逃到了海边悬崖下 一个不知名的溶洞 而这个无意间发现的溶洞 就是在英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丹墨洞 中洲神土,中原大地 辛柔僧人洪庆从福建起航 所行身无常物 只有一本大藏经 他从福建近海起航 随波逐流 最终终于到达了高丽王朝 渡海远游带回传世的经书 洪庆受到了高丽皇帝王剑的热烈欢迎 这一年是风云变化并不寻常的一年 在北方草原也有大事发生 大辽王朝的第五位皇帝 耶律贤驾崩了 虽然这位皇帝并非本期视频的主角 但我仍然要为观众朋友们 着重的介绍一下他 这是一位异常优秀的帝王 他曾经在即位之初 对大辽王朝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革 由以汉化改革为主 将这个曾经在草原上游荡多年的马背民族 转变成了屹立在中原北方的强大帝国 在耶律贤的身上 我们很容易看到另外一位皇帝的身影 这位皇帝就是北魏孝文帝 拓跋宏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们都是很有远见着实的人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游民族王朝 列如匈奴、柔然、契丹、突厥、金朝、西夏、蒙古等 这些发向于草原和荒野的政权 如果想要从五线小县城变成一线大都市 汉化改革必不可少 星球宫殿制定法律 发展科学、传播宗教和思想文化 他们不再是草原上的散兵游泳 也不再是居无定所随风漂泊的野蛮人 他们的名字也发生了改变 大契丹国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大辽王朝 缔造了全新的大辽王朝之后 叶绿贤锐意北上 希望可以实现历代先祖们山河一统的夙愿 事实证明 他的确实现了一部分 他曾经在北京西之门外 和北宋太宗赵光义展开过一场旷石对决 五万对十万 叶绿贤以少胜多 把北宋军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甚至连亲自挂帅的北宋皇帝 都被打得只能乘坐旅车 仓皇逃窜 高粱和车人的名头 成了宋太宗一生的污点 而把北宋军队杀得煞雨而归 也成就了叶绿贤一生的传奇 现在千番过尽 传奇谢幕 叶绿贤的人生已然走到了尽头 皇帝龙玉上宾大行而去 皇帝的长子叶绿龙旭 临前即位大辽王朝的第六位皇帝 诞生了 那一年叶绿龙旭只有十岁 幼年登基主少国仪 很容易导致政权不稳 从而发生内乱 但幸好 先帝虽然过去 却为他年幼的儿子 留下了一个十分值得信赖的人 这个人就是皇帝的妻子 已经从皇后升级为太后的萧嫣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 极富传奇姿态的女人 实在是了不得 她曾经在广袤的北方草原上 演绎了和自己的丈夫 叶绿贤无比动人的爱情故事 也曾经跟随成为君王的丈夫 一起为大辽帝国的发展鞠躬尽垂 现在她受君王脱孤之重 要带着这个年幼的孩子 继续在历史长河中行走下去 也许 从嫁入皇家的第一天开始 她就注定要把一生都奉献给这个草原王朝 何谓奉献 在萧太后的眼里 仅仅守住祖宗的基业是不够的 只有开拓疆土才能成就更大的威仪 公元1004年秋 夜落枯黄 天地萧瑟 这位强悍的女政治家集结队伍 拉上了圣宗皇帝叶瑞龙旭 亲率大军南下 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覆灭北宋 造就辽朝统一的神话 两方作战 自然不能只介绍其中一方的参赛选手 中原的北宋王朝 此时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当然了 不用我说 观众朋友们也能猜得到 北宋是什么态度呢 先别着急 请君先来跟我补习一段历史背景 五代十国从公元902年开始 到公元979年结束 短短72年时间里 王朝一个接一个 政权一波接一波 而这些中原政权之所以都如此短命 不外乎一点 那就是这一时期 五人篡权作乱十分长矩 五人就是朝廷里的军事将领 朝廷里这帮带兵打仗的将领们 今天兵变明天造反 被主弑君 另立江山者大有人在 殊不胜数 就连结束五代乱世的宋太祖赵匡英 当年也是靠着殿前读点减的职务 篡权夺位 这才有了后来的北宋江山 赵匡英同志登基之后 自然而然会想到一个问题 自己是武将出身 靠着兵变登基 自己底下的这帮将领们 有样学样也趁自己不注意 纷纷搞叛乱 又该怎么办呢 由此 赵匡英制定了他一生中 最为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改变北宋王朝的立国方针 由众武清文变成众文清武 那些擅长领兵打仗的将领们 纷纷为皇帝辞退 而那些喜欢搞治国安邦 爱搞理论的士大夫们 摇身一变成了王朝的主题 这道方针从太祖皇帝开国时 就开始施行 发展到真宗皇帝赵恒在位时 已经愈演愈烈 朝廷上大谈如何如何治国的官僚们 大有人在 但一落到实际上 想找个能领兵作战的将领出来 却是凤毛领奖 网友们常说 北宋无将 南宋无相 虽然概括的有些笼统 但却并不是全无道理 现在 辽朝挥师南下 北宋真宗皇帝前脚听到消息 后脚头就大了 皇帝询问大臣的意见 得到的答复却让人哭笑无德 有主张割地的 有主张赔款的 还有主张放弃变良城 收入收入行李往南逃的 主张什么的都有 就是没有主张正面对抗的 皇帝一看 啥也别说了 咱们军臣赶紧买上卧布票 抓紧时间跑路吧 这时候 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寇准 寇准自平仲 陕西魏南人 太平兴国五年近史 时任北宋丞相 寇准同志认为 一来割地赔款 丧权辱国 今年打你一次你割地 明年打你一次你赔款 那后年人家再来呢 大后年人家还来呢 咋办 难道要把整个北宋都打上 二来 放弃变良南逃 也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丢一城 弃一城 逃来逃去 最后无城可守 无处可逃 难不成要让满超文武 都跟着皇帝到大海上 去玩海上漂流 寇准表示 逃跑是不可能逃跑的 这辈子也不可能逃跑 割地赔款也不可能 只能劝谏皇帝 举兵亲征这样子 来维持生活 说是劝谏 其实无异于扣任同志 联合一帮大臣 胁迫皇帝 御驾亲征 而对宋真宗赵衡本人来说 这倒是没有什么所谓的 这位北宋王朝的第三位皇帝 向来没有什么主见 没主见的坏处有很多 譬如优如寡断 不能很好的处理国家大事 遇到问题的时候 很难自己摆平等等 但没主见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 只要选对大臣 跟着他干 听他指挥就完事了 于是真宗皇帝披甲上阵 亲临宋辽两军交战之地 蝉舟 打算硬着头皮 跟辽军决一死战 老实说 北宋步兵的实力不能说弱 但整体素质 还是比辽朝的骑兵提不少的 当然 这倒并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由于太祖同志 搞了个众文轻武的政策 导致大战一来 宋军队伍里 几乎连一个项的领军打仗的将领 都找不出来 而优秀的军事将领 往往是决定一场战争的关键因素 所以如果真动气出来 搞不好北宋将士们 连带着皇帝就要混个城破人亡 可此时两军压阵 剑拔弩杖 不打也得打 但就是在这十分关键的时刻 一个变故发生了 北宋士兵们在城江之上试射弓弩 居然很意外也很乌龙的 直接把辽军主帅肖达领给射死了 仗还没打 主帅先领了变党 宋军战战兢兢 虽然射死了对方主帅 但仍然对战争充满了担忧 而辽军死了高级军事将领 将士们士气低落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恰在此时 辽朝的两位实际领导人 辽太后和圣宗皇帝耶律龙旭 对战争的看法也有了改变 他们认为 也许北宋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脆弱 现在出势不力 如要应战 搞不好还会损兵折将 倒不如换个思路 怎么换思路呢 一合 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事件 谭渊之盟发生了 不想开战和无心恋战的宋辽双方 罢兵言和 各自退兵 并且签订条约 保证以后不再搞侵略 还要积极开战 双边贸易合作 当然 按照老规矩 复数方的北宋帝国 当然要意思意思 于是真宗皇帝慷慨解荡 各种奉送真金白银 一场世纪大战荡然无存 换来的是宋辽两国之后 两百多年的和平 而这一撞举 是丞相扣准 北宋真宗 辽朝消贷后 连起手来 共同实现 当然 这其中也少不了 圣宗皇帝 耶律龙序的功劳 他或许不如那些 开疆拓土的历代先祖们 但他却是一个宅心人后 拥有高尚品德的人 一念之间 他们拯救了 无数本应丧命战场的士兵 和百姓们的生命 是的 在封建帝制时代 在那个风起运用的战争年代 那些普通士兵和百姓们 只不过是一个伤亡数字而已 翻阅史书 某某战争死伤十万人 某某战争死伤百万人 这些数字简单 无情 似乎没有任何能让人们 引起注意的地方 但这些数字背后 却是多少人血洒疆场 多少家庭的支离破碎 可是谁愿意当那个数字呢 没人愿意 说回本期视频的主人公 辽圣宗耶律龙序 这位皇帝在位的49年里 和平发展本不提升 在萧代后兵户之后 更是历经图治 将辽王朝发展到了 更为非常地高度 从此辽朝进入全盛时代 本朝开国之初 一直奉行的都是对外扩张的政策 太祖耶律阿宝纪生于战争 死于归途 太宗耶律德光 同样并是在远征帝国的旅途 世宗耶律软 目宗耶律井 均死于兵变 而最富盛名的辽景宗耶律玄 同样发起过盛况空前的大力 这些皇帝有好有快 有的让辽朝发展 有的让辽朝复兴 有的让辽朝陷入险地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没有将辽朝 推向过一个真正意义的胜负 但耶律龙旭却做到了 他靠的不是举兵进番 也不是武力争讨 更不是穷兵夺武 而是最简单的两个字 和平 而和平是人类社会 永恒不变的主题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 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